我们换个心情来看一下真的娱乐圈的好消息 我们的发哥赌神周润发68岁了 生日快乐 而且重点是发少推蛋糕出来怎么样 有音乐衬托之下 亲自推蛋糕出来 对 那今天发哥68岁生日 他生日愿望非常的简单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还希望他的家庭平淡幸福 在家都会洗衣煮饭 还泡咖啡给老婆喝 所以结婚这么多年来 是幸福恩爱啦 我跟你讲另外一对也是幸福恩爱了13年 我们的小春哥 我们的小春哥跟应彩儿呢 结婚秀一下13年了 而且生了两个儿子 包括Jasper嘛 当然他们现在一家四口都定居在上海了 大家看他们就觉得好羡慕哦 可是应彩儿就爆料 其实称小春是个3C白痴 而且还是生活白痴 不会组装生活用品 记不住密码 还不会登机 但就算呢这个老公常常这样出包呢 这个应彩儿说没关系啦 因为他还是爱小春 小春也说呢 应彩儿对他的承诺就是一辈子不离婚 也就是说这承诺一辈子都不会变啦 没错哦 哎不过讲到不会变 有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变耶 我们从以前看到现在 对我刚才讲说用词要用小还是 从以前看到现在都长得一样耶 我的天啊我们的古天了 真的是动灵到不行的不老男神 哎他是不是有他的秘诀清楚了 他已经断食了十几年了 因为他只在黄昏吃饭 其实就有点像168断食这样 初一十五要吃素 那么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 初三吃素 那初四呢 初四也要吃素 是吗 我只是想诱导你面而已 对不起 好其实呢 因为身为艺人还是要好好的保持他的外表啦 所以除了饮食控管之外呢 他还有听医生的话说要减少身体的负荷 所以要保持少许的饥饿感才可以燃烧脂肪 而且他有三多最少会睡八小时 大家可以记下来 什么 多运动多喝水还有多睡觉 就可以保持像古天的一样动灵的外表 是不是还有一个少上班 恐怕是 感觉就能够保持这样的体态 不过我们的代理看到的是 哎Angela baby又出来了 过去都被人家誉为是时尚之忧生的她 这一回是说 奇怪好像有点不及格了 发生什么热情了 照片虽然都很漂亮 修徒修的美美的啦 可是要出席活动的时候呢 就发现每一次都是穿的类似的 而且都不要再给他输这种大波浪 或是穿黑色服装 标配标配啦 大波浪可能会比较显老啦 而且他们也看腻了这种甜美风格 应该转换一下才可以不辜负这漂亮的脸蛋 也太为难了 因为人设就是要甜美 不是吗 那现在Angela baby如果变腹黑 他们又觉得说 不行还我甜美baby 是不是所以艺人其实真的难为 很难当啊 难怪吴淡如刚才说很多都忧郁症 对 我们看了也都觉得 哇替他们觉得辛苦 不过他带你来看到的是 砍成影展翼 有美女的焦点 我们的范爷范冰冰呢 哇这一次一出场六个造型 大家都不得了不得了 我们先从这边来看 哇这雍容华柜馆金色色之后呢 哇还有穿这个绿宝石 配上这个一袭的绿洋装 慈影那边是不是有更厉害 我看到两个东西包住头 那是什么东西 其实每一次范冰冰他登上砍成影展 都会献煞所有美光灯的焦点 就是因为他怎样打扮的 都是可以相当吸睛 就算你看这些比较不一样的造型 他都可以完美驾驭 因为气场够强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看起来我身材真的要好 才可以撑起的这一套服装 范冰冰完全完美的展现 什么叫做高EQ衣服的衣服 而且大家都说这范冰冰也没有变 对啊 不过大家很好奇的 那范冰冰什么时候 可以有自己的作品呢 不过现在都看得出来 他好像都是去客穿一些重要的角色 但是自己好像付出还有一段时间 可能啦 因为毕竟之前这一些 他的阴阳合约风波 可能他还在慢慢的看市场的接受度 但我觉得很快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新作品出现 我们要先看看中国大陆 是啰 是啰 是不是 再来呢再带领雷看到 哇 江涛穿三本钥匙 大家也觉得说帅分了 对 这个也是高EQ的代表之一啦 江涛在香港真是拥有超多超多的粉丝 外表帅所以穿什么都帅 而且他穿的这个牌子呢 其实有个特色 就是以黑色来表达潘尼的精神 曾经帮威肯设计过巡演服装 而且会跟不同的品牌 还有艺术家合作 所以展现出这种新生代的感觉 才会吸引很多现在所谓MZ世代 这种年轻人的消费族群 哇 我相信这个看完这个照片 搞不好很多粉丝都跑去买了 哦 会哦 对不对 所以创造了另一波的偶像效益 所以当然啦 偶像的传统大家都想要模仿 不晓得今天哦 这个娱乐大小是哪一条最让你印象深刻 当然最近娱乐圈 迷途世界 对啊 有好有坏 大家也是很多的吃瓜心态 但是当然啦 娱乐真的是希望带给大家欢乐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还想再看更多怎么办呢 慈音 赶快来扫我们的QR Code TBSBS娱乐头条 刚刚没讲到的 说不定你在这QR Code一扫 就可以有更多的详细资讯 哦 慈音也会在里面哦 哦 对哦 欢迎大家收看咯 好 那娱乐大老师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